台积电4号召开股东会全面改选董事 据了解 台积电现任董事长刘德因 将交棒给总裁魏哲嘉 这也宣告台积电将全面进入由魏哲嘉领导的时代 在股东大会上 魏哲嘉承认 鉴于台海局势紧张 台积电曾就是否将工厂迁出台湾地区 与客户进行讨论 但其同时也指出 完全迁出台湾是不可能的 6月4号 台积电董事会上 刘德因正式交棒魏哲嘉 刘德因2018年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手中 接下董事长重担 与总裁魏哲嘉开启双手掌制时代 如今 刘德因也将压力交到了魏哲嘉手上 值得注意的是 股东大会后举行媒体交流会期间 有媒体询问称 一些国际媒体关心 若两岸发生冲突 台积电的客户是否会要求将产品生产移到位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厂 对此 魏哲嘉坦言 确实与客户有讨论过类似问题 因为两岸不稳定是所有供应链都担心的 但台积电目前在台湾的产能有80%至90% 要全部移出是不可能的 应该努力不让战争发生 同时针对台积电未来布局发展 魏哲嘉则强调会坚持选择台湾 不过有岛内舆论认为 这可能只是台面化 对台积电最重要的是他的股东 注意到听我讲 是他的股东 他的客户 他的员工 还是台湾这个土地 我们先算清楚 如果你是台积电 而且台积电的股东六成是外国人 注意到六成是外国人 那台湾大概只有三成多 三成多 六成多大概这样的比例 那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这几个十个董事会里面 八个是外国人 包括我刚刚讲魏哲嘉 也是美国籍的 都是美国人 所以你说谁比较重要 一投票就知道了 这还要讲吗 这个大家怎么会 会对台积电 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迷恋